如果我问你漫威里谁最有钱 你可能会毫不犹豫的说托尼 也确实使他最有钱 那我要问漫威里谁受到的智慧诅咒最深 谁在科技领域最领先 兄弟们一定会众说纷纭 有的人会认为托尼的史塔克工业算是科技天花板 有的人会认为是班纳博士 毕竟他的学历和头衔确实也能打 但大家忽略了一个最应该被重视的人 那就是初代蚁人汉克皮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相信听了我接下来的描述 大家一定也会这么认为 首先先带大家温顾一遍 皮姆的得意之作皮姆粒子 它的作用很简单 就是可以将物体或者是生物变小或变大 变小之后力量不降反增 变大之后力量也随之变大 除了这些 皮姆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和蚂蚁沟通的电子头盔 你可能会觉得听上去没有那么强 但是你要想象一下 全世界两亿只蚂蚁都为你所用 那会是什么场景呢 我完全能这样说 如果他想干掉所有复仇者 都不是不可能 漫威之前出的动漫也正是这样演的 那么接下来 我就将带各位走进这位老板超级英雄的世界 看他是如何一步步 从一位学者变成一位性格刚毅的超级英雄 皮姆是个科学天才 拥有着生物学博士的学位 不单是生物 他在量子物理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学的领域都有涉及 这种天才基因 小的时候就已经出漏锋芒 那时 在他家人的鼓励下 皮姆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奇思妙想和发明创造上 长大之后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最年轻的生物化学家 但谁的人生都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在一次皮姆第一任妻子的快乐旅行中 他的妻子玛丽亚特罗瓦亚无幸被谋杀 这给小皮姆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直接一并不齐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人生悲剧 在康复后 皮姆决定将自己的科学工作重点 放在能够帮助他人反抗不公的世上 最终导致了他发现了一组罕见的亚原子粒子 并起名为皮姆粒子 之后他把这些粒子放在了两个不同的血清中 创建了一个能够改变大小的公式 和一个反转公式 并亲自上阵实验 很显然他成功了 当他在一次实验中 缩小到了昆虫大小 并来了一次被困以丘的经历后 皮姆博士创造了全世界第一套电子艺人头盔 对 就是开头所说的 可以和蚂蚁沟通 命令它们做事的头盔 他觉得光头盔还不够 又为自己设计了一套 有不稳定分子制令的服装 以防被蚂蚁要伤 从这时起 初代蚁人正式出道 后来 在一次和自己的同事 佛农范黛因的实验中 意外开启了宇宙异次元的维度通道 外星人就这样入侵了地球 他们杀害了博士 而那位被害的博士的女儿 找到了皮姆 希望能够借皮姆粒子为父报仇 皮姆直接同意 并告诉了自己是蚁人的身份 将黄蜂战衣交给了他 后来发生的事 大家也都知道 两人合力逮捕了宇宙罪犯后 坠入爱河 就这样 初代黄蜂女也正式出道 后来 洛基侵略地球 初代蚁人和黄蜂女 就与钢铁侠 雷神绿巨人 组成了复仇者联盟 在这不久 因为经常使用皮姆粒子的原因 导致他的体格 锁定在了巨人和本体之间 也就是10英尺 大约3.05米高 这期间 他还用哥利亚的身份 加入过复联 在重新掌握控制自己的能力后 皮姆开始设计机器人领域 他想创造一种活体机器人 于是 傲创诞生了 傲创还意外地 获得了感知能力 成为了复联最大的敌人之一 对 在漫威背景故事中 傲创是皮姆创造的 后来 因为对能力掌握越发的数量 他可以只要四位去操控皮姆粒子 让自己变大变小 这就是蚁人能力的由来 在电影《蚁人》一上映前夕 漫威特意出了 关于初代蚁人和二代蚁人的漫画 在这里详细讲述了 电影《蚁人1》之前的故事线 在多年前的德国柏林 二战结束后 美苏还处于冷战期间 东柏林区出现一群社会流子 有一天 他们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批 九头蛇的黑科技 在神盾局得知此事时 这群社会流子 已经快要完成黑科技的逆强工程 这里的黑科技 讲的就是冬日战事发迹 大家懂得都懂 我就不够多赘述了 有此等威胁 霍华德·史塔克 也就是托尼的老爹 就想借助皮姆的技术 去团灭这个组织 但皮姆甚是害怕 自己的科技落入坏人手中 怎么都不肯 最后 在霍华德强有力的嘴顿后 皮姆表示可以 但为了以防万一 只能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 转眼来到东柏林这边 皮姆先是利用自己 变大变小的能力 夺过了搜查犬和开手 再利用自己操控蚂蚁的能力 骑个工椅 通过通风管道 就来到了九头蛇的研究室 在她变大看文件后 皮姆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记忆控制器吗 在她觉得摸星状况 准备打到恢复的时候 几声啊啊的惨叫吸引了注意 扭头看 原来是九头蛇 正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不敢怠慢 皮姆马上采取行动 她变小后 直接从天而降 开始搞起破坏 你是个傻逼 什么 谁说的 就这样 略失小计 实验室内就乱作一团 这位被调戏的军官 甚至还要拔枪 武师一到 见目的达成 皮姆就趁乱拔掉了 实验对象的电线 让实验机器当场暴毙 在做完这一系列操作之后 皮姆开始了清兵事件 之前她利用自己能力 在变大变小之间 反复横跳 不但解决了所有的九头蛇成员 还骑着工艺成功逃离 这任务可以说完成的 极其漂亮 也让皮姆体验到了 前所未有的刺激 她好像上瘾了 与此同时 皮姆也完全了解了 自己的发明有多强 这更让她坚信 皮姆粒子 绝不能落入坏人之手 就连神盾局的讨要 她都给予拒绝 很快来到1987年 这时黄蜂女已经亮相 在与自己爱人 一起执行任务的途中 为了拆除俄国分裂派 发射的一枚导弹 若要完成任务 她们必须穿过金属固太太 来到导弹内部 对其拆解才行 可如果不缩小成亚原子的状态 她们根本不能完成任务 因为皮姆完成之前的操作 战甲已经损坏严重 她的妻子健壮 直接强行将自己缩小成亚原子的状态 穿越外层 完成了任务 但从此 她的妻子珍妮特 也永远地留在了围观宇宙 之后就发生了蚁人一的剧情 众所周知 蚁人的头盔可以控制很多昆虫 但皮姆为什么要选择蚂蚁呢 这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之前说了 皮姆在一次实验中 不小心从窗户上摔到了户外 这可给她急坏了 自己并没有带还原计 为了求救 她大喊救命 可这不但没有找来救她的人 反而引来了一群蚂蚁 她在和众多蚂蚁周旋中 不幸落入了蚁丘的糖浆中 本以为自己就要做第一个 被蚂蚁杀掉的人时 一只友善的蚂蚁救了她 被救后 她用手语得到了这只热心蚂蚁的帮助 她通过试管回到了实验室 重新泡进了还原计中 就这样 她终于回到了原本的样子 经过这次濒死体验 她决定倒掉所有的药剂 以后再不研究任何相关的东西 但没过多久 她就意识到 这药是错的 并且还让其对蚂蚁这种生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在自己不断的研究下 她发现蚂蚁 其实是利用点子破进行沟通的 然后皮姆利用这点 就创造出了能够和昆虫说话 能够利用电磁波控制昆虫的头盔 人怕出名猪怕状 在皮姆研究出头盔的消息 被广为人之后 她的实验室引来了一群间谍 这群人想偷走皮姆的研究 在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即将被占为极有之时 她有一次使用药剂将自己所有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她来到的那个蚁丘 找到了之前那只爱心蚂蚁 皮姆利用电子头盔和这只蚂蚁沟通 后又控制更多的蚂蚁 将间谍们的枪用藤浆粘住 就这样 它们何力赶走了间谍 保证了研究成果 在皮姆与蚂蚁沟通的时候 一只体型超过自己好几倍的蚂蚁 竟试图攻击它 条件反射 皮姆一下就将这只蚂蚁扔了出去 这时她在意识到 自己虽然人变小了 但力气一点没变 这就是初代蚁人的全部故事 虽然蚁人3让粉丝们十分失望 但毕竟这个阶段只是开始 我还是对蚁联6有很高的期待值 关注我 分享更多关于漫威幕后 人物的一些故事和彩蛋